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艺 你好大的胆子 和我玩偷袭是吧 张艺 我们又见面了 红眼怪和血迹小姐姐 你们来得可真快 触发天命任务 任务 夺回乾坤袋 成功奖励 四十点法力 失败惩罚 让青莲道长陷入疯狂 疯狂非礼宿主 实现一小时 只是夺回乾坤袋 任务失败是比青莲道长非礼 这简直是系统给我的福利呀 三角冒水平的杀鱼 也敢来挑衅 感动张艺一个寒毛试试看 哼 你以为天宗没人吗 出来吧 天宗四大长老 张世芷 那几个老家伙比较棘手 就我来对付 你来压制叶昊然和那个女鬼 前辈放心 张艺 如今我的实力已经接近原因期 不是你能抗衡的 准备受死 见证我的 施法太慢了 差评 你以为你施法的时候对手会愣在原地等你放大招吗 张艺 你这卑鄙的家伙 我 算什么阵道之人 你这个七师灭祖的东西 不配和我讲什么道义 只要能打败你 什么手段都无所谓 你 你这家伙 有完没完啦 直接用拳脚吗 看来他们真的急眼了 啊 本来还指望他们会守颜河 以后一起合作呢 张艺 一定要坚持下去了 等我收拾完这几个老鬼就去帮忙 红颜狗 这里施展不开手脚 有种我们到外面 叶昊然已经失去了理智 是时候都能计谋了 你这红毛怪 给我站住 别追 小心有诈 叶昊然完蛋了 我提前在附近埋下了灵气炸弹 啊 这是 小 小赫赫 混蛋 张艺 你竟敢暗算我 败者时辰 怪就怪你自己太笨了 小赫赫 你没事吧 我又宰了张艺 许记 还愣着干什么 你还不出手吗 我 我对张艺出手这种事 我居然不忍心 不管如何 先把乾坤袋交出来 我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 系统任务要紧 得先办正事 小赫赫赫在这里 给你 不要伤害也好人 夺取乾坤袋 系统失败 卧槽 血迹主动交出乾坤袋 系统居然判定任务失败 失败惩罚 青莲道长陷入疯狂 强行非礼宿主 如果青莲道长非礼我这种事情 好像不算什么惩罚 分明就是大大的奖励 疯狂状态开启 我中有什么诅咒吗 心神 开始不受控制 突然想和张艺比翼双飞 滚开 别拦着我去找张艺失质 什么情况 张艺 你只属于我 来一起策马奔腾 尽情地共享人世繁华吧 这也太旷野了吧 前辈 自重一点 我们先去解决叶浩然 你逃不掉的 光天化人之下 你想干嘛 好机会 我们快走 张艺 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张艺失质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冷静点 我们先别让叶浩然跑了 该死的天命系统 是用了什么能力 让青莲到达如此疯狂 别人我不管 我的眼里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痛快地尖叫吧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不过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 玄家玄红武功 是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 勾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